李先剛才問了一個問題 同樣跟永續工程發展的得獎或者是爭選 他認為或者您認為是比較困難的 剛才陳先陳董事也回答了 您談到法治這部分 當然它的定義各位您看到那個資料裡頭提到了 那麼法治對於今天我想全世界的人類來看 大家都了解什麼叫做法治 大家也應該可以體會 如果沒有法治的話 其實其他的發展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永續的 這是爲什麼剛剛好當我們成立這個獎項的時候 在去年的12月去年的9月 在聯合國大會剛剛好通過了一個法治的宣言 那個宣言裡頭他說聯合國的三個大支柱 分別是和平、人權跟發展 和平、人權跟發展 這三個大支柱是聯合國的大支柱 那事實上也就是全世界人類的三大支柱 他說這三大支柱是沒有辦法成就 如果沒有法治 如果沒有法治 如果沒有法治也就是rule of law 和平、人權跟發展 那麼既然如此確實是非常難 那當然你的問題我就沒辦法回答 剛剛翁院長我相信他應該會回答你 這就需要透過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國內外 在專業人士共同組成的提名跟偵權委員會 那麼透過全世界向大家提出邀請 然後各位全世界大家都來提名這些人選之後呢 我們透過那些人選 然後經由中央研究院成立的獨立的委員會選出來 我們拭目以待 在明年的六月份 譬如說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單 這是我想我能夠回答您的 謝謝您